太極拳有一句話叫做義氣君來 骨肉成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君是皇帝 是主人 是可以下命令的 就是西義為主人 所以義氣為主人可以下命令 請問誰聽命行動 下面的骨肉 骨頭跟肉這些東西 我氣往這 我骨肉就往這 那我氣往這 就往這 你覺得碰到的氣就是 是不是像氣 你覺得是氣嗎 不是 這就是骨肉為主 另外一個 走另外一個方向叫骨肉為主 小燕你告訴我是骨肉為主 還是義氣為主 好不好 這是骨肉為主還是義氣為主 我骨肉為主 可是我義氣還是有啊 只是骨肉強迫我的義氣 對不對 所以這個義氣變成骨動骨肉 強快大 強快大 對不對 這邊很辛苦 這骨肉為主 是不是這樣 那我先變一個 那我先變一個好不好 這個是什麼為主啊 那你碰我骨肉嗎 來 碰一下 這是不是義氣為主啊 那我骨肉在哪裡 因為你用骨肉碰我的話 你會撕掉平衡 是不是啊 這個時候我義氣煮 骨肉就沉了 然後他就彈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碰我一下 我骨肉為主 反而你的義氣 對不對 你不是用骨肉 你感覺我心意在打我嗎 對不對 你放鬆一點 不要急 其實你心意打我一下 他就已經出來了 不要急 他又沒打你 你跟他繃著 自然前進 心意又不要出來 好 出來就打了 你呢 身體就不行 好 所以當對手 碰到這個感覺 你說是義氣為主 還是骨肉 義氣為君主啊 可是我的骨肉到哪去了 我往這 好 那你碰我一下 義氣是不是走 來骨肉就沉了 如果義氣要往那走 骨肉呢 那變成骨肉為主了 這 沒辦法區分的 你說 這是 義氣為主 骨肉是沉 或者骨肉為君主 義氣為沉 這只是不同的路了 沒有什麼對錯了 好 來 這樣就是骨肉為主嘛 好 那你也用骨肉打 那如果你今天用義氣呢 陰陽二氣把我一弄把我發出去 你剛剛這樣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空空的意思 是不是簽呢 是不是 義氣是煮化嗎 骨肉是煮什麼 發嗎 對不對 化跟發 手跟打 對不對 來 義氣手 還是義氣在打 其實骨肉已經 告訴我說打 義氣說化 骨肉是不是化了 義氣說打 骨肉就打 就是這樣 但如果 這個就是骨肉啊 義氣啊 我們互相 好不好 小月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他們常常練這個碰撞碰撞 你碰我 我碰你 碰 碰 碰 等一下啊 這個叫骨肉為主 不管義氣的 要不然會碰 揉一點 揉一點 等等啊 或者 或者碰骨頭的 對不對 那我突然等一下把它改成義氣的時候 你自己是感覺 告訴我什麼時候變了 這都是 都碰得到的嗎 你是不是感覺到碰得到 那這樣你碰得到嗎 來 竟然 小月說不能 為什麼 因為 他要先感覺 他要先感覺一個實在的東西 你問我一下 這是不是實在了 然後呢 你一鬆就 或者都可以鬆也可以打 槓也可以打 槓桿圓你 所以他的骨肉一碰到我呢 我骨肉在哪裡 你要快進嗎 你要雙風灌了 我又一氣了 對不對 你只要流動 氣就來了嗎 氣是一種會流的東西 但是又 你又碰不到實質的東西 有沒有碰到實質的東西 你過來 來 碰到實質的東西沒有 再碰到我身體 碰到實質的沒有 碰到實質 來 一起來吧 好不好 好這樣 對比你現在已經感覺到 我現在扮演粗一點的 你扮演義氣 放鬆 放鬆就好 你不要亂動 你要聽我這樣動 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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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 身體不要響 我現在只要走化了 有點多動 要輕到變化 變化 放鬆就這樣 不要多動 他一定有上下左右的 但你這個上下左右 只是你是連續的 不要這樣動 有沒有 這樣夠了 懂 那意思啊 那你是不是很清楚 都是義氣啊 打再拉你啦 我的骨頭來了 來 對啦齁 只是我給你的可能不太像骨頭啦 有直 來我再給你一點骨頭 你還是用義氣 不要跟我起心動念啊 我這樣 你也這樣 不要 你就是想著你是流水 好不好 對 不要想打我齁 你只是 那個心不要出來啦 都不要出來 都是義氣 只是你最後要出來齁 對 那有一個想要把你鎖定的 那種東西 就 出來了 來 現在 你用義氣齁 你沒有把我鎖定嘛 我也不欺負你說 你苦肉比我 明顯齁 你想要把我定下來打 定的定不了 第一 這個就是你想要定的 對齁 然後這個呢 這樣 那如果不打呢 你給我一下 我不打 我停到那等一下 知名又打過來 那我不傻了 對不對 我不打 是不是又換了 你換到這 我已經 這樣啦 如果是骨肉想打你 你換一下 對不對 你感覺到骨架了嗎 那還怕什麼 偏偏這個 你一變 這乾脆就不要打了吧 你還只說打 他就 像清風流水似的 地心隱密也有聞 你骨肉還在烙 我不丟你才怪的 啊